奥古斯多世纪的世人维吉尔在作品中描述了农民的辛苦劳动的伟大 淳朴的意大利田园分光 既散发着浓烈的泥土气息又不是清雅郡地 维吉尔的作品充满了对农业的歌颂 对意大利田园景色的赞美 称意大利不仅是各种古物的伟大母亲 也是人类的伟大母亲 说机器人们对农业劳动的热爱和向往 维吉尔把安静的农业劳动 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充满一人乐趣的农村生活喧嚣 与杂料的城市生活相对照 揭示出农业生活确实那样的纯洁 那样的欢乐和诱人 是喧嚣的城市生活远不可 比较和奇迹的 维吉尔的作品抒发了对罗马的意大利政治的热爱之亲 这种爱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奥古斯多的农业政策